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除了香港之外,梅艳芳在中国大陆,台湾以至亚洲各地,都有广泛的乐迷。 国语金曲有亲密爱人,放开你的头脑,女人花,及床前明月光等。 1990年代初,梅艳芳参演的电影东方三峡,沈死观,和陶学威龙三之龙过鸡年,都是卖座之作。 1998年,他更凭半生缘,再次夺得第1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。 电影《审死观》,是梅艳芳的喜剧代表作,他与无厘头搞笑之王周星池搭戏,表演丝毫不显信息。 其中经典对白,和拿涅得当的动作神情,更成为电影亮点。 此外,梅艳芳与周星池的另一部喜剧片,陶学威龙三之龙过鸡年,以及同城龙的两部喜剧动作片。 《奇迹和罪权2》,军属电影佳作。 梅艳芳在其中大展自己的搞笑天分,为电影增悉不少。 2001年,电影中无厌是梅艳芳最后一部喜剧。 他在片中破天荒反串南角,张芬庸好色的齐孙王,演得活灵活现,并凭此片于2001年,获得明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的最突出女演员奖。 梅艳芳在乐坛广收徒弟,包括草猛,许智安,何韵思,谭耀文和彭京池,而苏永康,梁汉文,陈奕迅,李克勤等后背役曾受到他的提携。 李慧敏在2001年更获赏识,而成为其唱片公司Mooi Music的旗下艺人。 梅艳芳敢于为香港演艺界争取权益,2001年当选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,也是首位女性会长。 一年后的刘嘉玲拿照风波钟,他以天地不容为号,发起游行和声讨大会,呼吁群众抵制东周汉。 2002年,是他入行20周年,纪念专辑With You得张国荣,谭永伦,张学友,刘德华,黄飞,郑秀文,陈慧林,林益年,黄耀明,许智安及苏永康十一位著名歌手合唱,堪称一时佳话。 同年,梅艳芳在红磡体育馆举行十场,极梦幻演唱会。 他今次更获得Christian Dior提供,价值达五百万元的舞台服装。 这些时装军来自法国巴黎最新时装展,更是首度在亚洲登场。 由于赞助商认为,阿梅是一位飞升国际,巨巨星风采的明星,他的成功是一个传奇。 故更由Dior在巴黎的掌台人,John Galliano,为阿梅精心设计此一系列服饰。 在演唱会上,阿梅还是史上首位,同时穿上两件独一模二Christian Diorcature服饰演出的歌手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拜拜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